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呢 其实就很简单 意思就是像Trogin这种 以前的TRS协议呢 是有问题的 并且这种方式呢 可以被强轻易的去检测 那Chari的作者呢 放出了一个小工具啊 叫做Trogin Kill 他检测的呢 是Trogin的TRS 这个问题 咱们在上上前几期 搭建Reality的协议里讲过 Reality可以有效的 防止TRS 这个问题 也就是Vision这个插件 这个插件可以的 那像普通的TRS 这种问题就是 你普通的搭建TRS 就会遇到的 比如说VMESS 然后套上TRS 比如说你的Trogin 套上的TRS 都会有这种问题的 也就是说 只要你还用21年或者22年 那种普通的VMESS 或者是Trogin的打检方式 他就是可以精确的去检测的 他这个小工具呢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在你下载下来之后呢 将你的Trogin的代理设置到 本地的12345端口 然后你的浏览器代理 也设置到12345端口 观察一下程序的输出 就可以了 那 大家看一下结果吧 结果呢 就是这个大兄弟运行的这样 就检测到 你的本地的网站的浏览器 然后访问了这一个 你的代理之后呢 这输出结果就是 这个是Trogin 这样子的 那在别的论坛里面呢 有人讲过 就是说这个脚本主要检测 上传和下载的数据包 TRS 它的问题是在哪呢 就是说 它的前五个包 它的包的长度 是由致命缺陷的 是很短的 一般你在访问网站的时候 它的前五个包 长度都是很长的 比如几百个 然后你的翻墙 你搭建的车 你代理这种呢 普通的TRS 它的前五个包 是有几个很短的 几十个这种 还是几个的 这个我不太清楚 反正就很短 然后这个脚本呢 就主要检测前几个包 然后来判断 在大小 上传数据包 然后 在650到750之间 这样的 太短的话 就会被 检测出来 这样的 然后说你是抽紧 是这种 这个脚本呢 特别的简单 但是 它目前只能用来检测 抽紧 并不是说 VMESS TRS 不能检测 只是说 这个作者 他懒得去做 另一个这样的脚本了 就是说 现在墙 是很容易去检测 你的这种TRS 应TRS的 并不是说 现在套了TRS 就十分安全 这样的 也并不是说 REALITY REALITY 就是一定安全的 在下面呢 也有说的 对于像是 REALITY 这种 套用 偷域名的方式呢 其实通过 DNS那边呢 就可以去 检测的 我找一下 这个 另外一边 觉得REALITY 能解决问题 这个呢 真是想咱们 但是不讨论 今天就讨论 抽紧这个 就是自从这个脚本 放出来之后 无论 这个墙那边 JFW 有没有 本来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现在这个问题 被放到了明面上 那抽筋协议 就一定是 会被 放弃的协议之一 当然抽筋 也可以 搭配 REALITY 这个 插件 搭配 VSEN 这个插件 但是 普通的 抽筋 TRS呢 已经是不能使用了 这个就是咱们 今天要讲的 那可能也会 有些人会说 我搭建的SS 螺奔用了好几年了 正常用 对吧 这个只是 一个概率 一个明面上的问题 就是说 用SS的 到现在为止 还有很多很多人 没有被封 这个要看你的 具体使用习惯 你的这个IP 干净程度 对吧 这样的 一系列问题下来的 但是在 大概率上来说 用SS 螺奔是会被封的 可能他封的概率 比现在已经 能被减赃出来的 Trogin 还要高一点 但是Trogin 目前被 封IP的概率 肯定会越来越高的 特别是到了 6月高墙期间 这样的 所以说 大家现在最好 自建的话 是用Reality协议吧 但是Reality也不一定能 保证 肯定不会被封 具体就见我上期 搭建Reality的那期视频 那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